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一次去见未来准婆婆 她让我下厨做饭招待她一家亲戚不算 还给我男朋友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我责问男朋友 她却说我不识礼数 在长辈亲戚面前不给她面子 仰手就甩了我一巴掌 我果断和她分手 转身走向属于我的富贵之路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 她妈妈就让我一个人做了十多个菜 洗、切、烧烤炖全部我一手下 她家一堆亲戚围在客厅看电视嗑瓜子 而我男朋友蔡红义被她几个表兄弟叫过去斗地主 我围着围裙忙里忙外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她家姨妈带着一个女孩子过来 然后他们所有人开始推杯换盏 大快朵仪 我还在厨房忙活着 不是没想过发火撂挑子不干 但是 蔡红义隔三差五来厨房 搂着我的腰说 亲爱的 不好意思 今天辛苦你了 过后 我一定补偿你 忍了 下次 我一定要对蔡红义说清楚 我虽然会做几个菜 但我不是厨师 她家也没给我钱聘请我做饭 这种事情我再也不会做了 本来以为十七八个菜连着汤都做好了 总可以了吧 但是餐桌不够大 等着我准备吃饭的时候 根本做不下 蔡红义又说 我是自己人 受点委屈就在厨房将就吃点 我气得眼泪刷得就下来了 转身向着洗手间走去 身后 传来她表哥的笑声 要我说 还是红义有本事 左拥右抱 大老婆坐着吃饭 小老婆下厨 泽泽 你怎么舍得 我打开洗手间的门 直接问到她脸上 什么大老婆小老婆 几个意思 蔡家表哥不顾蔡红义不断地给她使眼色 大概是喝了好些酒 指着坐在一边的姑娘哈哈大笑 告诉我 今天事实上是蔡红义的相亲宴 刚才 蔡母已经问过姑娘的家庭状况 连着生辰八字都问了 还笑话我傻 我听得呆住了 抓过蔡红义结问她 从蔡红义的吱吱吱中 我明白了 我果然就是一个傻子 端起桌子上一杯啤酒 我对着她脸上泼了过去 蔡红义大概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平时温柔温婉的我 竟然会当着她家众多亲戚 泼她一脸的酒水 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 她竟然仰手甩了我一巴掌 骂道 燕月 你发什么神经 亲戚开个玩笑 你都开不起吗 我耳朵里面嗡嗡作响 嘴里又腥又甜 伸手抹掉嘴角的血迹 听着她骂骂咧咧的声音 指责我不懂礼数 当着众多亲戚给她没脸 我知道 蔡红义平时在学校 就极为看重面子 如今 被我闹了酒宴 让她在亲戚面前丢了面子 在她眼里 这事情极为重要 面子 没脸 这就没脸了 我伸手 抓向桌布 用力 一瞬间 桌子上所有的碗筷杯碟 全部砸落在地上 背盘狼藉 众人纷纷躲避不及 我心中怒到了极点 我以一片诚心待人 竟然被人如此羞辱戏弄 我做的菜 就算喂狗 也不给这群人吃 见到我们吵架 她家亲戚还企图劝架 乱糟糟地说我要识大体 不要这么不懂得分寸 长辈都在呢 长辈 我艳月可没有这种不知廉耻的长辈 拿着包 我冲着蔡红义一通怒吼 转身就要走 艳月 你给我站住 蔡红义从一边抓过一根棍子 说道 我今天不给你一个教训 你还反了天了 说着 她趁着久幸 竟然要动手打我 我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是谁的皮鞋 我一脚踹飞到她面前 冲着她的相亲对象说道 看看这样的男人 你要给你 我不要 说着 我打开门 头也不回地离开 身后 传来蔡母声嘶力竭的怒吼 疯婆子 疯婆子 离开蔡家之后 我就在马路对面 浑浑噩噩地爬上了一辆公交车 在最后排坐下来 车子一站站地开过去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天色也渐渐地暗下来 我随便找了一个点 下车之后 混入人群 实话说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和蔡红义谈了两年恋爱 今天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本来已经说好 过几天就去我家 双方见父母 谈谈 要说心里不难受 那是假的 苟养两年 都有感情呢 何况是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有些庆幸幸好幸好 今天 她和她全家的真面目暴露了出来 要是结婚之后 要说分 可不是这么容易 月眼儿 我神思恍惚之间 突然有人叫我 抬头 我就看到一个身材奇长 容颜清俊 衣着华贵的年轻男子 站在我面前 恍惚有些眼熟 但是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脑子里面 嗡嗡的 像是有直升机在轰炸 月眼儿 真的是你 男子看到我 似乎很开心 笑道 你发什么愣啊 我是吕树啊 你家小树苗 吕树 我终于想起来 我童年时期的发小 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那种 吕树问我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被狗咬了 我说着 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浅色的T恤上 斑斑点点 全都是各色油污 还有 血迹 我问吕树怎么会在这里 结果他说 他来这边看翡翠毛料 赌食 还问我 要不要一起 我无处可去 本着看热闹的心态 点头答应着 不远处的超市 正在吼着换季服装打折 我让吕树等等 跑去超市 花了几十块钱 买了一套廉价的衣服换上 在洗手间洗了一把脸 用粉底遮掩脸上的狼狈 然后换上一种心情 跟着他去了一家 翡翠毛料商家的地下仓库 这些年 翡翠被炒得沸沸扬扬 价钱更是水涨船高 堵食这个神秘的行业 也渐渐地走进大众的视线 我们到的时候 已经有好些人在了 见到吕树 都纷纷打招呼 我见他们很多人 都围着一块老大的翡翠毛料 在看着 黄褐色的表皮 看起来颇为细腻光滑 天然裸露出 小半个巴掌大小的翠绿色 盈盈脆润 很是好看 吕树趴在地上 浑然不顾昂贵的衣服 拿着放大镜 手电筒等 打光一点点观看 余下的众人 有三五相熟的人 凑在一边 叽叽歪歪地讨论着 松花 蟒带 正阳绿 玻璃种等名词 这字眼 为什么那么熟细 似乎有一扇记忆的门 被人打开 店老板招呼我 让我随便看 甚至 他还递给我一个放大镜 我也可以看吗 我好奇地问道 店老板笑着点头 我拿着放大镜 凑近过去 吕树健壮 冲着我温柔一笑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波光凛凛 像是含着一层水光 我脸上微微一红 假装去看翡翠毛料 心中却是想着 多年不见 他怎么就长 这幅妖孽模样了 如此勾人 下一秒 我呆住了 我的眼前出现 奇异的一幕 号称任何仪器 都没法透视的 翡翠毛料 在我眼前 褪去神秘的色彩 我用力地咬了 一下子舌尖 这才避免 自己失态叫出来 幻觉 一定是幻觉 我在心中 不断地告诉自己 但是 很快我就知道 这不是幻觉 当我左手 摸到翡翠毛料的瞬间 我就能够看到 里面的一切结构 颜色 肿水一目了然 我拿着放大镜 从地上站起来 向着另外一边走去 我需要实验 刚才看到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 仓库很大 旁边的货物架子上 放着好些翡翠毛料 我这块摸摸 那块摸摸 吕树和几个熟人 在讨论着那块 偌大的翡翠毛料 听他们说 那块料有一吨多 如果能够出一半的翡翠 那都是天价 店老板约了好些人 一起看货 准备学拍卖会的规矩 净价 底价六千万 价高者得 我心中泛着苦涩的味道 就算我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块翡翠 也注定和我无缘 有一句老话说得没错 旺财不发命穷人 果然一点都不假 我趁着他们商讨说闲话的时候 目光落在堆在库房门口散碎的小料上 这些料 有些是被切开的 有些还是完整的 但是 无一例外 都不够大 我走了过去 一块块摸着看 理论上来说 被店老板堆在库房门口的这种料 是出不了高质量的翡翠了 这也是我唯一能够买得起 可以验证异能的料 几乎 我把所有的料都看了一遍 找出来两块料 招呼店老板问家 店老板知道我不懂 爽快地说 五百块钱 让我拿着玩吧 我笑笑 微信给他扫了五百块 我曾经在直播间 见过直播姐时 从一边的工作台上 找了一把电磨机 开始擦拭 很快 我就擦开第一块料 我知道 这块料有拇指大小一块 颜色不够绿 唯独种水好一点 像是一弯春水 小月牙 你别动 你放下 不是这么解实 突然 我的耳畔传来吕树声音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解地问道 不是这样吗 我看直播间 都是这么擦开的 吕树摇摇头 从我手中接过电磨机 开始擦石头 他一边解实 一边还给我科普 但是我一双眼睛 就在他那张清俊金贵的脸上 扫来扫去 小月牙 你看什么 看你 我一个不留神 就把心理想法说了出来 小时候长得歪瓜裂枣 长大了 倒是好看了 月牙 这块翡翠你要卖掉吗 吕树三下五除二 就把那块翡翠解实出来 一如我亦能所看到的 他说 五万块钱 他收 我正欲点头 旁边 一个中年大叔大声喝道 五万五 我一脸地猛逼 结果 吕树告诉我 他们这一行的规矩 如果赌石出了翡翠 要出手 几家想要 都是现场竞价 价高者得 让我不用顾忌 最后 这块料以六万三的价钱 被一个大胖子抢了去 他要了我的银行卡 给我转账 等着钱到账的时候 我还有些回不过神来 捡钱也没这么快 我这边刚刚收到钱 那边 吕树就大声嚷嚷 月牙 你走狗屎运了 这块料也出绿了 玻璃种飘绿 这颜色好漂亮 听他这么说 大家都一窝蜂地 拥上去看 然后 又都乱糟糟地 找我开价 那块料 有小鸡蛋那么大 听他们说 是正宗玻璃种飘绿 最后以八十五万的 价钱成交 我收到钱的时候 再次感觉 这就是捡钱 难不成 我和蔡红义闹分之后 竟然有了锦鲤体质 或者说 这锦鲤体质是吕树加持 店老板给我们叫了外卖 我拿着饭盒巴拉了两口 这才发现 我已经饿过头了 嘴里毛毛的 一点味都没有 心中那种苦涩的感觉 再次弥漫上来 冲散了金钱带来的喜悦 晚上过后没多久 又来了一些人 然后 店老板就开始宣布 那块大翡翠毛料的竞拍 六千万抵价竞拍 我一杯咖啡没有喝完 价钱就飙升到了一亿多 吓得我小心脏都不舒服 吕树也两次出价 价钱高达九千万之后 他就不再出价了 我轻轻地叹气 多年不见 童年的好友 竟然已经修炼成有钱人 而我还是一个穷光蛋 最后 那块料被港城一个珠宝商金老板拿下 金老板要解释 大家就都没有走 留下来看热闹 我本无处可去 自然也留下来看热闹 结果 没多久 我就听那边乱作一团 说是那块翡翠毛料是假的 我轻轻地问吕树 什么叫假的 这不可能啊 那块翡翠毛料有翡翠 而且橙色非常好 绿得发亮 大概达到玻璃中 我对于翡翠的种水划分不太懂 吕树告诉我 那块料 表面看到的那块绿 是被人贴上去的 我震惊不已 贴上去的 巧夺天工有没有 我顿时回味过来 透视的时候 看到那条线是什么了 原来就是贴线了 再然后 他们就把那块大翡翠毛料 拦腰切了一刀 可惜可惜 切歪了 还是看不到翡翠 我以为 金老板还要切 眼巴巴地看着他 准备看漂亮的翡翠 结果 他说 他不要了 问有没有谁要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 这般好事 众人竟然纷纷避让不已 像是躲瘟神一样 最后 店老板 那个老坑货 竟然说 五万块 他收 我乐个去 人家金老板 一亿一千万买的 现在 他五万块回收 他怎么好意思开口的 金老板让他在家点 他竟然还一脸的不耐烦 老板 我可以买吗 六万块 我弱弱地问道 吕树忙着就要 制止我 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不是每一块翡翠毛料 都出翡翠 让我慎重 我自然知道 不是每一块翡翠毛料 都出翡翠 店老板 或架子上那些毛料 就一块料出翡翠而已 除此以外 就只有这块大料了 我真的好想 把里面的翡翠 弄出来看看 那么绿 那么亮 要是做成首饰 带我身上 一定很好看 大概是有了透视异能 我竟然有弄一个翡翠镯子 带着显摆 这种狗胆包天的想法 最后 我和金老板讨价还价 以七万块敲定了价钱 爽快地付钱之后 我找吕树帮忙 你会用那个大机器吗 我指着解食机问道 吕树点头 招呼店伙计帮忙 询问我要怎么解食 我用手指笔划着 怎么解食 事实上 只要金老板那一刀 再挪三公分 就可以看到翡翠了 吕树操作解食机 我手机突兀地响起 蔡红义打来的电话 我看了一眼 走到外面接电话 电话刚刚接通 就听到蔡红义的责问 你死哪里去了 信息也不回 死了吗 蔡红义 我们分手 我没有因为她的怒斥而生气 语气平静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她对于我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个路人 我没有理由为她的言辞生气了 在公交车上的时候 我就想得很清楚 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第一次见父母 就直接给我一个下马威 她家亲戚给她安排相亲对象 她理应对人家说清楚 她有女朋友了 而不是任由亲戚把人带过来 被我发现之后 她恼羞成怒 甩我一巴掌 大家都说 家暴这种事情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没有结婚尚且如此 结婚之后 天知道如何 如此人家 分手是趁早止损 我话刚刚出口 她就怒骂道 你几个意思啊 拿着分手吓唬谁呀 燕月 我妈妈被你气得住院了 你明天过来 买点贵重礼物 哄哄她 说好不生气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又忍不住要生气 这种自说自话的本事 可真厉害 蔡红义 我说 我们分手了 好吧 你如果认为 分手不合适 我现在慎重告诉你 你被甩了 我这句话刚刚出口 变化里面 就传来她咆哮的声音 燕月 你胆子肥了 敢甩我 我告诉你 分手也是 我甩你 你什么东西啊 我家拆迁两套房呢 你有什么 没有我 你屁都不是 你现在长能耐了 砸锅砸碗 甩脸色给谁看呢 你还敢跑 我告诉你 你明天要不跪着给我妈道歉 你弄死你 我淡然而笑 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道歉 我父宠母爱 不是去你家为奴做仆 受你如此羞辱的 蔡红义 你不配 我们以往交往 都是A 不存在金钱纠葛 等一下我就会拉黑你的一切联系方式 既然你家有两套房 请你擦亮眼睛 找一个好的吧 你家姨妈 不是给你安排了相亲对象 门当户对 我看挺合适 说到做到 我果断地挂断电话 先看了一眼微信 满屏幕都是她骂我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我当着她家亲戚给她没脸了 我需要给她把这个面子赚回来 所以我必须给她给她妈妈道歉 跪着道歉 呵呵 我冷笑 直接拉黑 这边 我微信刚刚拉黑 她变化居然再次打过来 我没有接 按掉 把她变化也拉黑 把她家父母的联系方式也一并拉黑 里面一群人冲了出来 乱糟糟找我说价钱 都是吼着三五千万 我被钱砸得有些晕乎乎的 吕树知道我不懂 忙着告诉我 切了一刀 出翡翠了 问我要不要卖掉 当真 我忙着向着里面跑去 毛料被切成两半 放在地上 其中一块上面有八掌大小的一块绿 周围都是白生生的瓷白色 肉质细腻光滑 绿的地方非常绿 水头很好 我用手抚摸了一下子 满心欢喜 另外一边的绿要多一点 比这边大 也更加厚实 小树苗 可以做镯子吗 我问道 吕树给我科普 这是正阳绿 还带着一点火色 荧光很强 重水没有到玻璃中 但是算是高冰重了 这是在赌石界 若是外面专柜 这绝对就是玻璃种的档次了 他建议我留下小的一部分做私房首饰 他家有珠宝公司 可以帮我加工成翡翠成品 大的那边卖掉换成现钱 众人也都纷纷劝着我卖掉一部分 最后大的一部分已五千二百万成交 比我想象中还要贵得多 收到钱 我还有些恍惚 这感觉极为不真实 我和吕树当场签约了翡翠加工协议 方才得知 这些年 他竟然开了一家翡翠珠宝公司 生意蒸蒸日上 离开的时候 他问我去哪里 我愣住了 得知我的情况之后 吕树问我 想不想买套房子 他圈子里面认识一个朋友 上个月赌石赌垮了 准备卖掉一套房 东山再起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了吕树朋友在海棠华府的大平层 商议好了明天约律师过户 一周之后我拿到了房本 看着红色的房本 我特别兴奋 激动 我终于也在阳城有房了 而且还是号称阳城顶级豪华住宅区的海棠华府 正好吕树过来给我送加工的翡翠首饰 镯子有一纸是满绿的 另外一支半卷绿 吕树对我说 满绿地让我留着做收藏 戴在手上太招摇了 半圈绿算是现在的网红款 我可以戴着 它特意罩着我的手腕尺寸做的 我试了一下子大小 戴上 满心欢喜 顺便把旁边一颗鸽子蛋大小的正阳绿戒指也戴上 很豪迈霸气地拍照发朋友圈 月儿 后天送老板那边有赌食活动 一起吗 吕树问我 好啊 我忙着点头答应着 卖房 我的资产大大的缩水好些 趁着金手指在我 努力赚钱才是正途 和吕树一起吃了晚饭 我刚刚到家就有陌生电话打了过来 我有些狐疑 这个点谁给我电话呀 算了 接一个吧 前几天赌食和很多人加了微信 留了电话号码 但是电话接通竟然是蔡红义打过来的 燕月 你在哪里 听到是蔡红义的电话 我本能的就想要直接挂断 但转念一想 算了 好好和他说 蔡红义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别再骚扰我 你说分手就分手啊 电话里面 蔡红义火气很大 就是重提 让我给他老娘道歉 还要我准备钱 重新请他家亲戚吃饭 当面给大家道歉 理由很简单 我那天扫了他家亲戚的兴致了 反正 一句话 我让他没了面子 这个脸面 他要踩在我头上挣回来 我真是高估了这个男人 蔡红义 你听清楚了 我们分手了 你的面子 你家的亲戚 你妈 和我一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不要骚扰我 说着 我就挂断电话 第二天午后 吕树问我 吕树问我 会打麻将吗 他们三缺一 都是一个小区里面的人 而且都是平时喜欢玩赌石的珠宝商人 我知道 赌石这个圈子 我如果想要继续混下去 还是需要吕树他们带我一起玩 否则 我根本就摸不到门路 所以 我爽快答应着 地点就是小区内的海棠会馆 门口的侍应生 恭恭敬敬地说 欢迎光临 我愣了一下子 顿时就认出来 这人 不是蔡红义的表哥吗 那天 就是他说大老婆小老婆 以此嘲讽取笑 但是 我记得蔡红义介绍 他表哥在一家公司做高管呢 就在我怀疑认错的人时候 他也认出了我 惊愣地问道 是你 红义的小 我对于他也没好感 瞪了他一眼 里面 吕树和一个中年男子迎了出来 燕小姐 这边 中年男子大声招呼我 说道 幸好你来 老王真是不给力 昨天输了十多万 今天就找借口不来了 我笑笑 没理会蔡红义表哥 携同他们进去 直接开始打麻将 八圈打完 我一个人赢了十多万 这头子换位置的时候 包厢门突然就被人打开了 我看到蔡红义和他表哥 还有他老娘站在门口 蔡老娘一见到我 更是破口大骂 说他儿子怎么瞎了眼 看上我这种女人 给你说亲你不要 看上这种扫把星 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打麻将 能是什么好货色 蔡红义伸手就要抓打我 吕树忙着把我护在身后 蔡红义 我已经和你说得清清楚楚 分手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真的好恼火 蔡老娘已经不是嫌弃我了 而是仇视我 至于蔡红义 她就是想要在她家亲戚面前 踩我头上拉屎拉尿 作威作福 表示她很有大男子气概 要分手可以 你把这两年内 我在你身上花的钱还给我 蔡红义说着 丢了一叠账单给我 吕树接过扫了一眼 直接就笑了出来 说道 两年时间 共计一万一 这其中的大头还是一个四千三百的包 我就在吕树手里看了看 事无巨细 咖啡奶茶都在列 大姑娘 丢她一个筹码 让她赶紧滚 我们继续打麻将 中年大叔大声说道 这么一点钱 闹啥 老张 等一下 我问问 吕树把账单给我 笑道 你看看 这钱 是不是应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摇头 哎 犯不着 蔡红义 一万一我给你 但是 所有的开销 既然是我承担 麻烦你 把我送你的那块手表还给我 我目光落在 蔡红义戴在手腕上的那块手表 她把手表脱下来 置在麻将桌上 冷笑道 一块就表 谁稀罕了 我小心地摸了摸表盘 然后从桌子上挑了几个筹码 让吕树给她 说道 一万一 让你表哥带你去兑换筹码 对了 吕树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我们小区属于高档小区 访客入内都需要登记 海棠会馆这边例外吗 中年大叔冷着脸说 他已经找海棠会馆领导反馈 蔡表哥就等着被开了 蔡表哥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上顿时轻一阵 红一阵 很快 会馆经理就过来了 他不说蔡红义等人 却是把蔡表哥狠狠地骂了一通 就在保安要把他们请出去的时候 我们一起打麻将的另一个人离老板从洗手间回来 看到我郑玉把手表放进包里 忍不住叫道 燕小姐 把你的表给我看看 我的天 百达斐力老机械表 你那里弄来的 你知不知道 这表市面上都要好几百万 李老板小心地从我手中拿过那被彩虹一轻视 蔑视的旧表 用昂贵的衬衣衣袖擦了一下子 他问我卖不卖 他喜欢收藏这种古董表 我摇摇头说道 李老板有所不知 我家祖上也是做珠宝玉石生意 也曾富贵 后来 家到中落 这才迁徙到了江南地带安家 奶奶曾经说 这表留着给我 若是将来家里艰难 可以卖了度日 若是尚且可以糊口 就让我送给男朋友做定情信物 说到这里 我抬头看了看蔡宏玉 这表 我在情窦初开之时送了出去 如今收回来 就再也不会送人了 本来 我是准备等着这事情凉了凉 双方都能够平静地对待 我再找蔡宏玉讨回来 可我没想到 今天 蔡表哥仗义啊 竟然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 把蔡宏玉一家子请过来闹事 蔡老娘凑过来 伸手就要去摸那手表 脸上写满贪婪 这表值几百万 几百万 你拿着钱都未必买得到 离老板伸手拍开她的手 小心地再次擦了一下子表面 递给我说 还好 没有被不小事的人弄坏了 让我好生收着 吕树让保安把蔡家一干人请走 蔡宏玉脸色极为不好看 最后 还是被保安赶走了 第二天晚上 我随吕树去了宋老板那边看翡翠毛料 看着偌大的庄园 我不无感慨 果然是家里有矿的人 门口有适应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派发了一个工作证 上面写着参与赌食的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 莫要恶意竞价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适量购买毛料 最后一条 让我有些诧异 本次所有交易的百分之二十将会作为慈善捐赠 感谢您的慷慨 这句话似乎暗潮了十读九书的本质 但是众人还是一拥而上 大厅内摆放着好些翡翠毛料 琳琅满目 小月儿 你如果要买 就要快 不要矜持 吕树笑道 拍卖要等到凌晨两点钟 现在我们赶紧挑毛料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我就是看看热闹 我笑着答应着 吕树已经带着他家赌食老师傅 向着一堆翡翠毛料扑了过去 这么多的翡翠毛料 我一连看了好些 竟然都普通 不是不出绿 就是橙色并非很好 我还看到一块 在绿色中 夹着好些黑色的斑点 看到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转身 我又摸了一块翡翠 哎 为什么这么艳丽的颜色中 夹着杂质 我有些纠结 算了 买下来看看吧 招呼过适应生 问了一下子价钱 由于毛料不大 十五万 一口价 我又挑了一块 苹果大小 三万五 付钱之后 适应生问我 要不要运回去 需要帮忙联系快递公司吗 我笑着摇头 运回去怎么弄 让适应生用小车 帮我推到外面 我找了一把电磨机 准备擦开看看 这一块的颜色 真的好亮丽 我喜欢 算了 弄出来 我自己做一条项链戴着吧 这么一想 我心里美滋滋 拿着电磨机 开始擦拭 庄园外面的草地上 有好几台解石机 无数人蹲在地上 或者擦拭 或者解石 忙得不可开交 四周灯火通明 笑声 骂声 喧哗声 交错在一起 我突然想起来 我奶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疯子买 疯子卖 还有疯子在等待 小姑娘 不是这么解石 突然 有我对我说道 我抬头 看着那人 瞬间 我有些恍惚 甚至 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人 我奶奶说道 那人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 在我身边蹲下来 从我手中 接过电磨机 笑道 好漂亮的紫色 解石 小心地擦开表皮就成 你这么磨 会把玉肉磨掉 她一边说着 一边卷了卷衣袖 帮我擦拭 她说 她叫宋昭 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在意 说了名字 日月昭昭 她突然抬头 诧异地说道 我目瞪口呆 郑玉说话 她突然大叫一声 说道 这是什么 我的天 来人 给我打盆水来 几个适应声匆匆跑来 恭恭敬敬地叫着 主人 我突然回过神来 宋昭 宋老板 他就是此间庄园的主人 宋昭把那块毛料放在水中洗了洗 拿着手电筒罩着 说道 祖宗保佑啊 我竟然见到了传说中的神物 金丝子罗兰 几个适应生忙着要过来解释 但是都被宋昭拍飞了 他说 这辈子能够看一眼这样的翡翠 都是福气 他要亲手解出来 宋先生 那是什么东西 我好奇地问道 黄金啊 宋昭笑着说 缅甸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除了有丰富的林木叶以外 还有各种矿产 比如说 红蓝宝石 金矿等 翡翠就更加不要说了 这是缅甸的特产 当金矿和翡翠矿碰到一起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神奇之物 但是 一直都是传说 宋昭说 他家历代都是做翡翠毛料生意 但是 他从未见过这等稀罕宝贝 在他的帮助之下 那块翡翠很快就被解释出来 小姑娘 卖不卖 三千万 欧元 宋昭眼巴巴地看着我 三千万欧元 我被钱砸得晕乎乎的 差点就点头答应了 但是 我果断拒绝 这个紫色 我非常喜欢 不要这样吗 宋昭笑道 小姑娘 卖了吧 想想 三千万欧元 你可以买很多漂亮的珠宝 我抬头看着他那宛如神仙一般的容颜 嘴一瓢 说道 再漂亮的珠宝 也没你好看 由于我这边解释出了稀罕之极的翡翠 众人都争相围过来看 文言 顿时都哄堂大笑不已 直接就把我闹了一个大红脸 宋昭还问我 他如此好看 我真的不考虑 在场有很多赌食大佬 珠宝商人 也都乱糟糟地说 他们可以竞派 果然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但我还是坚定地拒绝了 宋昭大概是没有能够如愿地 把那块子匪收入手中 问我 要不要加工成首饰 他可以帮我设计加工 我连连点头 问道 可以磨成蛋面做项链吗 说着 我还拿出手机 挑了一张图片给他看 告诉他 我想要做这样的 OK 没问题 我让专业的设计师 给你出设计图 到时候 你挑挑款式 宋昭说着 摸出手机 和我加了好友 然后 我们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 公费显示是零元 他说 这等翡翠百年难得一见 能够设计加工 都是福气 所以 他不收费了 搞定之后 我开始忙活另外一块翡翠毛料 他拉过一张小板凳 坐在我面前 再次从我手中接过电磨机 很快 那块翡翠就被解释出来 宋昭笑道 小姑娘 你今天运气可正好 大涨 这块翡翠卖不卖 我知道 那块算是玻璃种飘绿 绿的颜色比较鲜艳 似乎和正阳绿有些不太同 而是那种明媚清雅的绿 犹豫了一下子 我还是决定卖掉 毕竟 我买了房之后 手里现金也就剩那么几千万 过日子自然无碍 但是 如果我还想赌食 这么一点 钱根本不够 经过一番竞价之后 那块料以八十八万的高价 被宋昭收入囊中 其中 吕树出价了两次 吕树那边解释 只有一块料出了一点绿色色带 总体来说 亏了一百来万 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我看了看其他人解释 大部分也都是赌垮的 时间还早 我走到里面大厅 要了一杯咖啡 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 摸出手机 翻了一本小说看着 打发时间 等着拍卖 就在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吕树走了进来 我笑着问他 谢时节好了 垮掉了 吕树冲着我笑笑 只是笑容有些勉强 赌时时赌九垮 也正常 我安慰他 月儿 等下的拍卖 才是真正的大头 宋老板这边最好的翡翠毛料 都在拍卖会上 吕树对我说 他想要和我合作 他说 拍卖竞价非常激烈 我们两家合作 可以分摊风险 如果赌出翡翠 卖掉平坦利润就是 就在他说的瞬间 我事实上 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我和他重逢不久 两次赌时 都赌涨了 今天还赌出黄金紫罗兰这等珍稀翡翠 他事实上 就是想要借用一下我的赌时技巧罢了 但就算如此 他却是不相信我 需要我投一半的钱参与 我想了想 这才说到 赌时的风险太大 拍卖如果价钱太高 我就不参与了 我也没有珠宝公司 我拒绝之后 吕树的脸色就更加不好看了 甚至 他连着招呼都没有打 转身就向着外面走去 这边 吕树刚刚走 宋昭就走了过来 你男朋友 宋昭问我 我摇摇头 说道 童年时期的朋友 久别重逢 跟着他过来看看热闹 他呕了一声 然后 他竟然提出来 问我要不要做他这边的翡翠 锚料鉴定师 条件是 他所有翡翠矿开采出来的锚料 我都有权利先看 看到满意的 也可以直接买下 价钱会比市场价 便宜 二成左右 另外 如果我想要在缅甸等地方看翡翠矛料 他也有资源 可以与我共享 一瞬间 我就心动了 我知道 各行各业 都有各自的小圈子 我开始能够参与进来 那是因为吕树无意中带我去看了货 但我今天拒绝了吕树的合作 以后 他应该不会再带着我一起看货了 就算带我 只怕也会提出各种苛刻的合作条件 就像刚才他提出的要求一样 我负责掌眼赌石 需要投资一半的钱 赌赢了 他坐收余力 赌输了 只怕还要怨我眼光不成 刚才 我就见到有珠宝公司老板 和赌石师傅吵架了 小姑娘 我是诚心的 你不想去缅甸矿区看看 宋昭说道 我笑着说 我很是心动 过几天好好聊聊 宋昭很是高兴 文言 凑在我耳畔 低声对我说 我保证能够让你看到第一手翡翠毛料 对于我这种无意中开发了金手指的人来说 真的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加令我心动 凌晨两点 拍卖会开始 我发现 不光是吕树盯着我 很多人都盯着我 拍卖的毛料只有六块 一如吕树所言 都是表现极好的翡翠毛料 其中有三块料都出绿 我的目标是五号料 别的我都准备放弃 比如说今晚的压轴 但是如何应付各家虎视眈眈的抄作业 这也是一个技术活 从一号料开始 拍卖师刚刚起拍 我就直接出价 在我出价之后 现场很多人纷纷出价 竞争激烈之极 第二块料 我还是一早就出价 中途还加了一次价 第三 第四块料 皆是如此 第五块料 起拍价二百万 我直接出价二百二十万 让我诧异的是 这一次 没人出价了 拍卖师吼了三声 还是没有人出价 他一锤子敲了下去 宣布成交 天知道 我手心里满是汗水 激动之急 甚至 我连着心脏 都有些不太舒服 第六块料是一块大料 上面标着三百二十公斤 很重 起拍价是两千万 最后 以三千九百万成交 我扳着手指头算了算 只怕解释出来 小心运营 才可以赚个几百万 这还需要有珠宝公司 像我这种散户 拍下根本不合算 拍到翡翠毛料的人 各种兴高采烈 吕树竟然拍到了二号料 约了他家赌食师傅一起解食 我拿到五号翡翠毛料之后 宋昭再次走了过来 拿着那块只有小半个篮球大小的料 在手中上上下下看着 问我 这料有何神奇之处 解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 我笑着 从一边拿过一把电磨机 递给他 宋昭也不在意 坐下来就擦拭 红黄匪 宋昭笑道 小姑娘 红黄匪不值钱 就算是那种顶级好的 也不过如此 我冲着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说道 认真解食 我喜欢这种颜色 想要一个镯子 宋昭笑笑 拿着电磨机 三下五鼠二 把表皮磨得七七八八 说道 果然是红黄匪 这黄色算是鸡油黄了 红色也很正 正宫红 但是 他说道 但是两个字之后 突然顿住 死死地盯着手中那块翡翠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他呼吸的急促 我知道 他发现了 一准和我一样 在看到那奇异的图案之后 心跳加速 血压飙升 火凤凰 宋昭一边说着 一边忙着把那块翡翠 放在清水中洗了洗 然后 把剩余的表皮擦掉 拿着手电筒罩着 我知道 这块料达不到玻璃中 黄色的部分 顶多只能够达到冰种 微微有些糯 在鸡油一般的黄色中 却有着鲜血一般烟红 缠绕其中 这红色 天然形成了一只凤尾的模样 像是燃烧的火焰 你看 从这个角度 可以出镯子吗 我问道 可 可以 宋昭结结巴巴地说道 虽然废料 但是 从这边切 把凤羽切出来 打磨抛光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摸上我手腕 我脸上一红 匆忙就要缩手 五十六的圈口 你可以带 等一下 我叫人过来 送招是石干派 立刻就把他家设计师 雕刻师 和解石的师傅叫过来 现场就把那块翡翠 切成了手镯胚 然后 立刻就让人和我签约 委托加工协议 但是 围观的翡翠商人 却是一个个叫嚣 让我卖掉换成现场 我笑着摇头拒绝了 这块翡翠从颜色到图纹 我都太喜欢了 很多人都塞了名片给我 还有好些人和我加了好友 我必须要说 今天吕树的运气 真的不太好 二号撂出翡翠 但是 却带着裂纹 卖不起价钱 他再次切胯了 再然后 他也没有和我说 带着人先走了 这边 宋昭命他家司机送我会海棠华府 两周之后 我所有委托加工的翡翠首饰 都已经收到 我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 除了留下我自己带着玩的一些首饰 其他的贵重翡翠 以及那块百达翡翠的手表 一起存了进去 我准备跟随宋昭去缅甸 在动身之前 先是蔡宏义给我电话 说是要与我和好 但是那语气 依然是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高傲 我是一直都弄不明白 他这种优越感到底来自何方 难道就因为拆迁家里分了两套房 我笑着告诉他 我们缘分已尽 祝他早日找到良配 接着 就是吕树约我喝咖啡 我答应了 咖啡馆的包厢内 吕树款款申请 月儿 你真的要走吗 要去缅甸 是啊 去缅甸看看大金塔 看看翡翠 我笑道 听说缅甸风景如画 吕树对我说 缅甸很乱 不像国内这般安逸 我要看翡翠 留在国内也一样 他还说 小时候玩伴家家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他的新娘 月儿 那日重逢 我真的好开心 我相信 我们是有缘分的 他突然握住我的手 别去缅甸了 留下来吧 嫁给我 说着 他把首饰盒送到我面前 还有包裹着丝绸彩断的玫瑰花 克拉钻戒 真的好傻 我缩回手指 从包包里面 拿出来一个纸盒子 推给他道 吕先生 我今天来 就是准备把这些东西 物归原主 说着 我把纸盒打开 送到他面前 看到纸盒中七个针孔摄像头的时候 吕树瞬间变了脸色 惊慌失色之下 他带翻了咖啡杯子 褐色的液体 泼在娇艳的玫瑰花上 我说 那日 你陪着我购置衣服 布置房间 我很是开心 但是 就在你走后不久 我就发现 你趁机在我房间 装了七个针孔摄像头 我行事坦坦荡荡 倒也不惧 所以 除了卧房那个 我拿着东西遮挡了 别的 我就随它去了 如今 电池想来 也消耗得差不多 我就拆下来 给你带过来 我拎着包走了 留下呆若木鸡的吕树 尾声 半年后 我从缅甸回来 和宋昭 合资在扬城 开了一家珠宝翡翠店铺 专营高端翡翠 很多人都说 我和宋昭恋爱了 这个问题 我自己一直都糊涂着 我 恋爱了吗 我和吕树 还保持着往来 但也仅仅只限于生意上的事情 我回来不久 就在同学群听的人说 在我去缅甸的这段时间 蔡红义和他表哥家闹翻了 两家人大打出手 那天 给蔡红义带着相亲女孩子过来的亲戚 就是蔡表哥的老娘 听人说 蔡表哥唆使他老娘故意这么做 就是准备看蔡红义笑话 喜好面子的蔡红义 一如他所料 让他实打实地看了一波笑话 从那以后 蔡红义就疯狂相亲 但是 没有一个看得上 我还听同学说 我 成了他的白月光